好,謝謝,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還是請我們這個次長 來,請次長 你好 次長,公共衛生司法其實我們是贊成的 但是呢在這裡面有一些問題 我們必須要很具體的來討論 因為大家都在想說 這個之前談到說 這個案員從哪裡來 然後他大概比較具體的是專業 但是他又沒有特定說要去哪裡工作不專屬 那在這種狀況裡面他可以 我們還是有立了一個法定的執法的這個業務範圍 但是呢這個執法的這個執行的業務範圍裡面 跟很多領域是重疊的 我們必須要正式到 比如說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裡面 他跟所謂職業安全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師跟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其實是有很多的這個重疊 這些都有還工技師也在職業當中 那我們也要來做這一塊 那我再講一個這樣子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上面依照實安法裡面有規定說 一定規模的這個食品業者 其實要有領有專技證照的這個食品營養餐飲專業人員 辦理這個食品安全的管理事項 但是這個裡面像食品安全管理法裡面 就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這裡面有一個特殊的狀況說 這個所謂的專技人員 在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他的執法裡面 母法沒有 母法假如是專技人員 但是在你衛福部自己定的管理辦法裡面放寬了 他放寬所謂的專技人員 包含所謂的檢定的技術士 那工衛師也要來做這個 然後他們食品安全領域的專技高考及格的也要做這個 但是檢定的技術士也可以做 那就一個食品業者而言 我相信大多數市場上 檢定的技術士 他所領的這個報酬 顯然應該是低於高考及格的 不管是食品上的專技人員或是工衛師 是吧 在市場上檢定的技術士 報酬應該是比較低的吧 這是可以想見 如果業者可以聘請比較低的 可以請就一個檢定的技術員 我為什麼還要再去請這個工衛師呢 這當然就是看業者他到底是只是在厭護這件事 不是啊你的法律的最低 法律就是最低標準嗎 我都有符合也不違法了嘛 但是說你就讓他這樣在市場機制 工衛師要下去 那時候我的技術士都可以取代 我會請你工衛師 好OK 如果這樣他要請小位嘛 第二位就說 你就是 規定說那這是不是一個時候 是不是一個條件到了 如果有這麼多的工衛師的專業人員要進來了 那這個檢定的技術士是不是要考慮關門 那如果要關門的話就考慮到人家剝奪了他的就業機會 那怎麼辦 我現在是不是很清楚說剛剛講的檢定技術士是不是已經現存還是仍然還持續還在考試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們的法規107年就開放了 所謂的技術證照人員指勞動部核發的檢定的技術士證者 他還是可以職業的 所以如果他並不是一個所謂的證照考試的部分的話 那我想應該可以 如果工衛司法過的時候應該是可以有落日條款 落日啊對啊那一群人 但是你就對於他的從業條件就限制住了 沒有他就是繼續可以做啊 但是不再新增 不再新增 不再增加考試 對 所以你要去想 因為我們講說我讓你工衛司法這樣子的立法通過 但是我不幫你考慮你的案員或是你要去哪裡職業的出路 我覺得是唯一的不足啊 因為你就記得沒有學法來 但其他的條件沒有配合不可以 但是呢 但是問題又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覺得台灣最大的問題就說 因為我們的工衛師 其實我們期許的是整體國家的健康促進嘛 整體國家的這個公共利益 但是呢有一種全球上的迷思說 全世界大概這些年來死亡率下降是因為醫療技術進步 大家都刻意不去談說所謂公共衛生的穩定發展 更是這個死亡率下降的非常大的關鍵 那當時啊2003年SARS的時候 有一篇文章是講失落的台灣公共衛生體系 其實在講說這一方面的問題 然後前署長李明亮 他在裡面講到幾一段 我念給大家聽一下 前署長李明亮在2003的時候 他們感嘆說在這個專業醫療應該是衛生保健體系的最後一道工作 台灣卻在這上面消耗太多資源 然後他說在政策上我們應該用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 去替代傳統的診斷與治療 用購買健康來代替購買治療 然後他們又說很多人期盼以為說 阿薩爾斯疫苗趕快發明 當時啦這一段也有人講說 但是有一個傅大維就是一個學者 他說在歷史上有很多的案例 說等疫苗發明的時候 傳染病的高峰期大概就會已經過了 所以他們提醒大家 公共衛生體系的作用 往往比疫苗、解藥這種高等科學 對疫情的控制是更有幫助的 然後這個中研院的這個史餘所的醫療史學者李上仁 他也呼籲台灣應該要好好的思考 將醫療保健完全托付給自由市場機制 公共衛生體系卻缺乏資源 對我們的健康產生什麼影響 好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除了通過一個公共衛生施法 我們讓他們已經有證明有專業 有一個證照 但是這樣子是夠的嗎 這樣就叫我們對公共衛生盡力了嗎 我想這個是很困難的 所以呢 在這個20...3月24 今年3月24 有一篇康健雜誌的這個報導說 疫情進入社區傳染 衛生所的人力資源足夠嗎 如果我們台灣進入大量的社區傳染 衛生所人力資源足夠嗎 這裡面就講到了說 其實我自己說 整個台灣的衛生行政 它的整個行政體系 在上面或許是一個正三角形 但在基層的衛生行政上是 公衛體系上是道三角形 為什麼呢 集管署 食藥署 健保署 然後照護師 心口師 所有的業務到最後都交到 交到地方衛生局來 然後衛生局最後就只有那幾個人 所以工作負荷量過大 人員高流動 衛生所的定位不明 大家都覺得 診所這麼普遍我幹嘛還要衛生所 所以是一個道三角形 在這種狀況裡面 這一篇報導 它講的是台灣公共衛生的基層一 資源擔保人力不足 事權不一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不是只有通過一個衛生師 公衛師法 這樣子就好了 而是說最後我們在講說 這個到最後2019年啊 這個公衛學會的理事長 他們講說他們公衛要提供什麼 要做群體的疾病預防 健康促進行為或環境界 加入群體健康管理的精準的公共衛生專業 應用生物統計流行病學 衛生行政和管理職業 衛生和社會行為科學 五大核心的專業能力 但是我們回過頭要來問 台灣有什麼樣的群體健康的問題 因為講的顯然是社區加一定的領域嘛 那講的是一個群體 不同於專業醫療它是一個群體嘛 那台灣現在發展上 有什麼樣的群體健康的問題 次長你覺得呢 這要看這一個 所指示的這一個範圍有多大 那有一些 大如果說到鄉鎮的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那的確會有個別不同的一些健康的議題 那當然包括疾病的種類 那可能在當地會有一些特殊性 那那是屬於就是說一般的 比較統計上面的 但是當然也有這種極限傳染病 極限傳染病的流行 在各個鄉鎮可能也不太一樣 我這樣具體跟你講 次長我要問你這個問題是講 你要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說專業不專屬 但是它也可以 如果你給它一個比較明確的位置 它也可以既專業又專屬 就看你政府要不要花錢 就看你政府有沒有信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去做公共衛生 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群體的健康的問題 就會落在你要先去了解 台灣的健康不平等 而台灣的健康不平等 會包含到死亡率的不平等 死因的不平等 疾病率的不平等 幼年時期的健康狀態 工作健康和福祉 收入和健康社區和健康 你知道失業也會影響健康 你知道不利的工作條件 當然更會影響健康 而我們知道低收入跟健康狀況不佳的關係 是非常早就人家都認定的 所以在這裡面包括 好像看起來是個人的健康習慣問題 比如說生活不滿意度 吸煙飲酒肥胖藥物使用 可是這個都有所謂的群體和社會的條件 所以公共衛生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這裡通通都可以 只是看你政府 如果只有公衛司法 但是沒有公共資源的投入 沒有政府要投入公共資源的決心 事實上只通過這一個法 對於公共衛生的促進 其實那條路還很遙遠 所以在這裡要請這個次長 我們正要回去好好檢討 你看三萬人以下的衛生所只能配幾個護理師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衛生所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也正在做檢討 對啦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三萬人以下 你知道配五個是不是 要看啦 三萬人以下的鄉鎮還蠻多個喔 配五個 人口較多的地區每增加一到三萬人再增邊一個 連護理人員都不足了 更何況公共這個衛生師 那再增加一個公共衛生師的編制 如果真的疫情在社區大爆發 你覺得這五個再加一個六個 對於一個社區的防疫真的足夠嗎 所以 當然一萬一天要用衛生所的人 所以如果有 我們未能跟2003年一樣 全部都用二天啊 還是現在跟現在一樣 現在用理幹事啊 現在那種比較專業的部分 就要用徵用的嘛 可是我們現在用理幹事耶 那是 那是 現在呢不是過去耶 後面性的 我們現在還沒有社區傳染耶 對 現在沒有比較高 比較狹義的社區傳染耶 現在也沒有耶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這次沒有 沒有代表未來沒有 你那時候未來要怎樣呢 所以不是發過而已 你錢要有來 主管怎麼有來啦 資源 經費 政府的決心都要來啦 那也不是只有防疫而已 還有其他的喔 好啦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李委員